故宫今年的国宝衍生商品设计竞赛结果出炉 衍生商品组金奖是由设计师赖中平的作品《钟响拿下》 他将西周晚期的《周中中》设计成为手机立架 以及扩音喇叭钥匙 故宫正在评估是否要量产销售 记者徐经纪报道 周代重器之一的《周中》同居清美 中身红量 全高65.2公分 重34.4公斤 不过在设计师赖中平的巧思之下 谣生已变成为袖珍的手机立架和扩音喇叭钥匙圈 获得了故宫国宝衍生商品设计竞赛金奖 赖中平说他设计特别采用容易开模的矽胶 希望有机会量产 让全世界来参观故宫的人都可以拥有 扩大iPhone手机的声音 用过去作为宗庙表演的奏乐的乐器 然后把它用在现在的科技产品上面 把像是以前的造型播放现在的手机上面的音乐 它主要就是扩大iPhone手机上面的声音 让它往前 然后那个东西它可以随身携带在身上 角色公载祖金奖是实践大学学生吴俊毅设计 以送书汉成秋庭细音图发响的代形公载胜出 还有台一大学生陈一方以战国中其息 中为题获得插画创作祖金奖 故宫文创行销处副处长王耀峰说 故宫推出的战之道了 胶带卖出了21672件 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 也可见将国宝和创意做结合创造出的商机 因此希望透过大众的集思广益 带给故宫不同的观点 会慢慢的就说透过这个竞赛把这些产品给开发出来 因为毕竟公务员或是相关的人员 其实每个人的创意可能都是有限的 那我们透过这个竞赛让更多的一个创意 能够对故宫文物的一个想法把它体现出来 王耀峰说这些得奖作品都有可能被量产 今年共有300件作品参赛 最后经过两阶段评选选出15件作品 记者徐金岁台北报道